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洲杯的男子单打的决赛 这场比赛是由尼日利亚的选手阿鲁纳对阵埃及选手阿萨尔 两位选手也可谓是非洲最顶尖的球员 都是身体素质非常好 阿萨尔身高是达到了1米94 两个人都是大路球居多 阿萨尔的球相对阿萨尔来讲是比较细腻 他的身高很高 但是他依旧是靠在前台 阿萨尔的反手是相对有一些弱 他的反手是以拍推为主 拧拉的这种球相对少一些 阿萨尔很凝固 他的身高非常高 但是他的重心依旧控制得非常好 这是一个防守中的反击 在这种转质的反手是很准备的 非常准备的反手 他也挺好准备的反手 是很准备的反手 他也挺好准备的反手 他也挺好准备的反手 看他依旧是座无虚席 阿萨尔曾经在东京奥运会 是被马龙斩于马下 阿萨正常 一个人形成这种进攻 想要防住是非常困难的 哇 一个大机会 很可惜呀 哇 漂亮 凡手连续之后正手 解决问题 哇 第一局 巴罗拉一个大机会 又抓住 之后呢 阿萨尔反扑 阿萨尔的球呢 他的预判很好 防得不错 正手对攻 反手给了一把直线 你能够一把最后一个比赛 能够交动 你能够交到最后的数目的 一把最后的真的很准备 多个范团 他就可以了 这把刀却比赛 可以了 几个几个反手程 阿劉娜只要她的正手进攻 侧身的威力能够打出来 这个球就相当好 其实她更类似于王立琴的打法 阿劉娜连琴两分 发射尔还是两空中的两密一些 阿萨尔这个发球予率出台 漂亮 阿萨尔在反省的变化要比阿劉娜要多 两个人现在是打成了1比1 都是从直线突破这个球啊非常多 阿劉娜正手发过的上悬 发得非常好 这球完全可以直接去上正手啊 这个推球是没有达到阿劉娜想要的效果 6点到2点 这种魔龙两可的球在男子选手当中呢还是要少 第三局阿劉娜是全线开花 这样阿劉娜是再下一城 放高球 阿萨尔呢他就是比较灵巧 他不是这种纯力量型选手 他在这种落点 现场变化非常多 阿劉娜的横板呢是正手全台进攻 阿劉娜的横板呢是正手全台进攻 在反手里呢相对要差一些 所以呢这对他的体力呢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阿劉娜也是原来ayı降的 记住 哇又是想要一个变化 第四局上来阿隆纳这个球有一些经历上的不集中 第四局上来批斜线批得非常狠 第四局上来批斜线批得非常狠 哇 这是一个机会啊 阿萨尔的凡手机板还是很突然 又是一个直线 有他这个起板呢 阿隆纳预判没有要转 控制得不错 这个小三角也是非常慢受的一个位置 啊 这一局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阿隆纳是出现了一个发承失误 这样小方在前面的四局比赛打成了二分二 确实是势均力敌 比分也是难解难分 两位呢都是非洲冠军 这个高标拉了一个薄皮上来以后弧线还是比较高速度比较慢 给阿萨尔的反手直接反撕 留了机会 好香 哇漂亮 防守防住之后啊 塞直线 直线的这个球阿鲁纳今天吃亏是比较多的 哇 又来了 反手在中远台连续 哇 身高这么高的选手 他的反手其实下得很低 这球是很困难的 阿鲁纳也是为自己 球风比较粗糙付出的代价 尤其是在关键分 无论没有拿下 这球出手还是太快 所以大家看 就是非洲选手 他有点打球的 和我们国内的顶尖球员的差距 就在于失误的控制 结局的把揭 这种无谓失误的概率是非常少 阿鲁纳在第六局取得了8比2的领先 第五比赛也是即将被拖入到决胜局 就看谁能打开 哇 又是直线 几乎 侧身很有阻开 就是扛 阿鲁纳上了 3比0 4比0 4比0 放高球 阿鲁纳转正手 哇 这个球 确实是 阿鲁纳受伤了吗 突然在移动当中了 阿鲁纳是看了自己的大腿 有可能是大腿肌肉拉伤 对一也是上来 对阿鲁纳进行医治 确实很意外 进入短暂的治疗 阿鲁纳是重新回到了场上 5比1 5比1 胜利的天平似乎是要倒向阿鲁纳 确实他的移动还是受了一些影响 2.5 脚下没说动 阿萨尔还是不要受影响 2015年的视频赛 曾经叮咛就是在崴脚的情况下 战胜了刘诗文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 不能因为对手受伤 而自己放松了心态 阿鲁纳也打得很聪明 靠住 只要不失误 变一个线 让阿鲁纳动一动 就很容易得分 从5比1领先到现在是7比6 阿鲁纳的状态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不管结果如何 阿鲁纳今天呢 他的这种精神 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赞扬的 这样阿萨尔 比4比3 战胜的阿鲁纳 这场球也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为两位选手的精彩表现 喝彩